今天路过这个桥的时候 发现这边有一个野河 往前走两步 这边的话有几个吊位 看样子经常有人吊 然后我就相中到这边地方啊 看一下边上都能看见底 非常的浅 然后两边的话有很多的水草 咱们打个窝试一下 看这边有没有鱼 窝料打小一点 打得少发窝快一点 等个半个小时过来试雕一下 看有没有鱼 这个边上的水呢也非常浅 也就半米左右 我选择的是一个一米八的鱼干 粉色的啊非常的骚气 然后耳料的话 继续选择一根活跃的母蚯蚓 巴拉巴拉找到一根 还算活跃一点啊 鸡银飘朝天沟水深半米 挂蚯蚓来钓鱼 挂蚯蚓很简单啊 随便绕个两下就行了 看一下有没有鱼 咱们开始下去试干试一下 半个小时应该已经来鱼了 好 服药到位 你看下去就有盾口 哎 踢肝 哎 非常意外啊 怎么盾口钓上了一个草根呢 不管它 继续抛肝 看来已经有鱼了 下去就有口 哎 哎 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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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盾口 这鱼情真的是太好了 下去就上鱼 看下这是什么鱼 哦 是一个红眼还不错 哎 嘿嘿 没够了啊 正准备抓的时候跑鱼 没关系 反正鱼多 咱们接着钓 哎 下去就有盾口 你看 又重 又重 哦 这是一个小鲫鱼 个头虽然不大 但是这一条总算没跑 赶紧的 给这个盆里面灌点水 先养着 至少现在咱们有一个鱼货了 千万不要跑掉 咱接着钓啊 鱼还在 好 扶药到位 应该很快就有口 注意看 注意看 哎 又重 又重 哎 这个鱼货好像大一点 哎呦 这上面看到没有 这个刚提上来 盆子里的那一条就跑掉了 不过这个还可以啊 颜色黄黄的 是一个小鲤鱼 你看 带胡子的鱼 好 至少现在还有一条鱼盆子里面 先放进盆里 咱们接着钓啊 看来窝子里面鱼很多 下去又上鱼 下去就来口 好 这根下去 口稍微慢一点 咱们斗一下 清飘的传统钓啊 意义就是 勤斗勤蹄杆 哎 看看 斗了一下就来口 哎 哎 又是一个红眼 第一条跑了 这个应该跑不了了 看一下这条鱼 眼睛这边有一块红 应该被人伤过啊 哭得很伤心的样子 眼睛都红了 咱们把这鱼给它放生掉 如果钓呢 你也喜欢真实的野和野钓 记得双击关注一下 直播钓鱼更精彩哦